今年本國通脹率一度升至1981年以來新高 但經濟師的分析指 相對不少的歐美國家本國通脹還未算是最嚴重 梁超明報導 通脹價劇最受影響的當然是中低收入人士 此外不少人前往超市更多使用優惠券 折省一仙得一仙 相對去年不少食品價格升幅驚人 意粉類升四成半 人造黃油升四成 罐頭湯升一成八 但10月最新通脹數字已降至6.4% 我們希望將會感到最終的利益 我們將會感到最終的利益 將會感到最終的利益 將會感到最終的利益 將會感到更加增加 將會感到更加增加價值 當然相對全球 本國通脹已不算嚴重 歐洲行對俄制裁等特殊情況影響下 通脹一直在雙位數 但日本雖然通脹率也升至歷年高位 但也不過3.6% 本身會感到最終身的雙方 現在再加上高位 一次減少的利益 又被檢阻